在父母双亡和姨妈短暂生活了一段日子以后 小海迪被送到了爷爷那 新版电影中的爷爷由著名瑞士演员 Bruno Gantz扮演 尽管Bruno Gantz从没看过关于海迪的电影或小说 但他仍然接受了这个角色 我的儿子说 如果你想让全世界的孩子都爱上你 那你就应该街拍 而且你的脾气和那个角色一样愤世嫉俗 我想他是对的 另外片酬也很丰厚 来自库尔九岁大的Anique Steffen 演绎了一个全新的海迪 在面试中此前毫无表演经验她 一举击败了几百名雄心勃勃的营争者 整个过程实在是太棒太有趣了 不过有些地方表演起来还挺难的 你的意思是 比方说当海迪需要在高兴和伤心这两种情绪间转换的时候 真的挺难的 饰演牧羊人Pieter的Querin Akhrippi也来自Globinden州 这同样是他表演的处女作 Pieter和我特别相似 所以我不用刻意去扮演他 他是个怎样的人 他老爱吹嘘 有点装腔做事 他不喜欢跟别人一块待在山上 简单来说 他有点悲观 和赫赫有名的Burno Gantz一起出现在聚光灯下 这个小演员看上去却一点也不紧张 尽管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 虽然我并不了解他 但我看过他不少电影 想飞的钢琴少年 发明家 他真的很酷 他特别棒 我很喜欢和他拍电影 不过Burno Gantz怎么看呢 他极少跟孩子合作 孩子尤其是海底 才是这部电影的焦点 虽然这个九岁的孩子 并不是专业演员 这意味着工作条件 得有些彻底的改变 有时候我们得 把一个镜头反复拍上超过三次 这的确有点困难 不过大多数时候 我看到这个小女孩的表现 确实让人高兴 这位著名演员 和年幼的影视新星 会给这个古老的故事 注入新的生命力吗 观众们将自有判断 请客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适 谢谢大家